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镜物竹,这位让岳飞苦战多年的金国将领早已成为历史,但他的后人却仍生活在我们的视野之外。 在一个隐秘的村庄里有着不成文的规矩,晋谈岳飞严禁与岳姓通婚。 然而,打破这道千年禁忌的首例通婚却悄然发生,打破了多年不变的局面。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两家放下历史恩怨,走到了一起? 这场跨越百年的对立,最终如何走向和解? 在中国历史中,金物竹与岳飞的对决堪称经典,堪比三国时期的曹操与刘备。 金物竹,本名完颜宗碧,是金朝太祖完颜阿古打的第四个儿子。 他自小就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随赴征战多年,战功赫赫。 在金国攻打辽国时,完颜宗碧曾率领百余人追杀辽天坐地,独自与八人搏斗,生擒其中五人,显示出惊人的勇武。 1125年,金国徽师南下,进攻北宋。 完颜宗碧跟随兄长完颜宗望南征,势如破竹,一路攻城略地。 在开封城下,宋徽宗仓皇出逃,北宋王朝轰然倒塌。 这场被后人称为靖康之耻的战役中,完颜宗碧可谓罪魁祸首之一。 北宋覆灭后,完颜宗碧继续在军中担任要职。 他征战沙场,屡见其功,成为金朝最重要的将领之一。 命运给却他安排了一个强劲的对手,岳飞。 这位后来被誉为民族英雄的宋朝将领,成为了完颜宗碧生平最大的劲敌。 绍兴二十二年,完颜宗碧遇上了这位宋军统帅。 岳飞率领两千精兵,竟然击退了上万金军,这让完颜宗碧大为震惊。 此后,岳飞连战连结,很快晋升为副元帅,统领十万大军,与完颜宗碧正面交锋。 两人的对决,成为了南宋抗金战争中最为精彩的一幕。 在爱化山一战中,岳飞凭借高超的战术,设下圈套将金武竹引入伏击圈。 两军主帅展开激烈的单挑,交手数十回合后,完颜宗碧既不如人,负上逃离。 这次失败,让完颜宗碧蒙受奇耻大辱,从此对岳飞怀恨在心。 这场战役不仅改变了战局,也深深影响了两人的命运。 完颜宗碧与岳飞的恩怨并没有随着两人的离世而终结。 在河南省路易县窝北镇的顽楼村,金武竹的后人世代生活在这里。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岳飞的仇恨竟然延续了八百多年。 这种跨越时空的仇恨,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堪称一个社会学研究的绝佳案例。 村中流传着一条祖训,不准与岳姓人通婚,也不许谈论岳飞。 这条看似荒谬的规定,却被村民们严格遵守了数百年。 每当有人提起岳飞,村中老人就会立刻制止,仿佛这个名字会带来不祥。 这种行为在现代社会看来或许难以理解,但在当地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这种深入骨髓的仇恨,究竟是如何传承下来的? 有村中老人回忆,他们从小就听长辈讲述金武术与岳飞的故事。 在这些故事中,岳飞总是被描绘成一个可怕的敌人,是导致金武术失败的罪魁祸首。 这些故事代代相传,让仇恨的种子在每一代人心中生根发芽。 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固守成剑的做法也开始受到质疑。 有些年轻人开始思考,为什么要为了几百年前的恩怨而活在仇恨中? 岳飞难道不是民族英雄吗? 1992年,玩楼村迎来了一个转折点。 村里的青年完颜永胜爱上了邻村的岳姓女子岳小雪,两人情投意合,很快就谈到了婚嫁。 这个消息在村里却引起了轩然大波。 这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仿佛是现代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挑战了延续数百年的禁忌。 完颜永胜的父母得知此事后如遭雷击。 他们苦口婆心地劝说儿子,称愉悦性通婚会遭天前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完颜永胜并不认同这种观点。 他认为,现在是法治社会,讲究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更何况,岳飞是民族英雄,没有理由歧视他的后人。 完颜永胜的态度反映了新一代人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和对现代价值观的认同。 完颜永胜的态度让父母陷入了深深的矛盾。 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延续了几百年的禁忌,思考它在现代社会中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 为了慎重起见,村里召开了一次村民大会。 会上,争论十分激烈。 有人坚持要遵守祖训,也有人主张与时俱进。 经过一整天的讨论,最终通过了完颜永胜与岳小雪的婚式。 这场婚礼成为了完楼村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 婚礼当天,全村人都来参加,甚至还特意邀请了岳飞的后人作为正婚人。 在喜庆的氛围中,两个年轻人携手步入婚姻的殿堂, 也象征性地化解了两个家族之间延续了数百年的恩怨。 这场婚礼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族两段历史的和解。 完颜永胜和岳小雪的婚姻,在完楼村掀起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村民们开始反思,固守成见对谁都没有好处,只有放下包袱, 才能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有趣的是,在距离完楼村不远的纸方箱, 还有一个叫完庄的村子,那里也住着一只金武竹的后人。 他们对岳飞的态度却截然不同, 完庄村的村民一直以来都非常崇敬岳飞, 村里的祠堂甚至供奉着岳飞的塑像向火不断。 2012年,正值岳飞诞辰八百九十周年, 完庄村的族人专程前往岳飞的故乡,参加了盛大的纪念活动。 他们向岳飞的后人讲述了完颜宗碧的故事, 表达了希望和解,共序有益的愿望。 两个家族的后人欣然接受当场结为殷亲, 这一幕令在场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同年,当地政府出资修缮了岳飞庙和完颜祠堂, 将其打造成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自此以后,每年农历十月初六岳飞的诞辰日, 完颜家族的后人都会来此祭拜, 缅怀这位民族英雄。 曾经刀兵相见的两大家族,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臣服, 终于放下前嫌,携手言和。 如今的完颜后人, 过着平静安宁的生活, 金戈铁马的征战和儿女情长的恩怨, 都已成为了过眼云烟。 金武竹和岳飞后人的和解故事, 不仅是一个家族的蜕变, 更反映了整个社会的进步。 他告诉我们, 即便是延续数百年的仇恨, 也终将在时间的洗礼下化为和解。 这段跨越八百年的因缘, 不仅结束了两个家族之间的恩怨, 更唤醒了人们对历史的反思。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